花莲县立吉安国中在民国100年影迹被称作战斗版的老鹰抓小鸡的卡巴迪运动 培育出许多好手 而去年更是荣获总统杯全国卡巴迪锦标赛 国中男子组亚军、女子组季军 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特别募集了5万元的夹菜金 期盼选手们能够吃得更好、更营养 为代表花莲全中运卡巴迪项目夺得佳击 起源东南亚被称作战斗版老鹰抓小鸡的卡巴迪运动 综合角力、搏击、需要敏捷和冲撞的手腿并用肌耐力 越民国100年花莲县立吉安国中引进校园培育出许多好手 有鉴于校内餐费有限 尤其卡巴迪运动大量消耗体能 运动员各个正职发育 因此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洗手风光聚能公司捐赠5万元加菜金 持盼卫肇对孩子们提供充足的营养 临近的学校不是发展棒球 就是发展篮球 这是传统项目 不然是射箭 然后呢 我们也是响应政府的新南向政策 我们提早就已经先做了 然后卡巴迪是东南亚非常红的一个运动 然后它也是我们的亚运项目 亚运的项目 然后所以呢我们引进这一个活动 其实当初只是要让同学多一个体育课的一个活动 一个运动而已 然后没想到它在我们台湾 在我们其他国中能够省根 那也是要感谢我们教练 十年来对我们卡巴迪不离不弃 然后呢 一直培养我们的选手 那我们其他国中的孩子也很争气 它除了是我们当选了好几届的国家代表队以外 它我们现在也培养出我们孩子呢 去念就是所谓的私培的大学 那现在已经有学生毕业之后 回到我们花连 继续为我们这个卡巴迪运动在基层 在持续做发展 我们的卡巴迪校队 他们在这个餐费上 有一些就是只能基本的这个餐费的给学生 在集训上的一个使用 那我们想如果能够更精进的 更加码的 更深等的在这个赛前的集训 给他们更多的蛋白质 一些相关的营养 增加肌耐力等等 那可以让他们在运动比赛的 这个正式上场的时候 能够有获得好的成绩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去处理 去执行的一件事情 所以今天花连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以及风光聚能公司 我们就联合来捐这5万元的这个餐费 那来协助吉安国中的卡巴迪校队 那希望他们在全中运的这个比赛 能够获得最好的成绩 因为有好的体能 有好的这个进食 好的这个餐饮提供给他们 那我们也希望吉安国中 为花连争光在这个运动赛目项目上 也希望更多花连的乡亲 能够知道卡巴迪运动的这个比赛的项目 吉安国中卡巴迪校队 在去年荣获花连县长杯卡巴迪锦标赛 即1111年全中运选拔赛 国中男子组冠军 女子组亚军 也荣获总统杯全国卡巴迪锦标赛 国中男子组亚军 女子组季军殊荣 队员分布1-3年级 30名成员男女各半 搭配少年外教练各一位 平日下午每天4-6点练习 近日更是锦罗密鼓 期盼在4月的全中运卡巴迪赛事 为地主花连摘下好成绩 接着掌帮雁子安商报导